美国参议院已朝着通过该国数十年来 首个主要枪支管控立法迈出了第一步 此举是在纽约和德克萨斯州 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发生的 这些枪击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 并在一个饱受枪支暴力困扰的国家引发了冲击波 该立法包括帮助各州防止枪支落入那些 被认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的人手中的条款 他还将阻止向那些被判虐待未婚亲密伴侣的人出售枪支 参议员周二晚上投票赞成一项程序措施 该措施将允许众议院在本周审议和投票表决该法案 如果获得通过 这将是国会多年来打击枪支暴力的最重要的行动 请ご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! 您的確认可,请不转发 打赏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! 一位郎 alliances 这位郎闻多年一位 片段 来打赏! 十分钟完美 будут不小心